多打幾隻安打是真的啦 比較有辦法拿分數 所以需要靠老胡喔 福吉隆最近也是面臨到一波低潮 在這個禮拜呢 十個打數只有一隻安打 不過面對到德寶拉 他生涯其實是有敲過全A打 他這個就是粉紅色的球棒 算是硬情 陳潔憲往往就是在一陣低潮過後 他抓到那個打擊感覺就會再回來 會有低潮但是回來也是蠻快的 好 走在了外側 邊邊角角的 雖然是壞球 但是還是在邊邊角角的位置 跟他壞球投得很好 福吉隆在本季有過七分打點一發的全A打 生涯累積了84轟 好 這一棒掃到了左眼 看球在哪裡呢 還在飛 GO 福吉隆兩分炮 我們要恭喜這位外野的球迷 直接把球給收盡了手套當中 這一顆球非常的有紀念性 一棒炸裂的胡大哥 這一發兩分打電的全A打 幫助統一師隊取得2比0的領先 接連的兩支長打 也讓全場的台南球迷們 都沸騰了起來 看起來換球棒有效果 這個今天是 今天是有五龍五獅在這個橋段 這個統一師也悶了好久了 真的 這經濟是他們本週的第二發全A打 直接被老虎給炸開了 而且打德寶拉真的是很難得 這是他生涯打德寶拉的第二支的全A打 那早知道粉紅色的球放下拿出來 幹嘛放在那邊今天才用 一切來得太快 拿去烤7 來不及拿出來 不過剛才左愛的那個球迷接得還滿厲害 等一下會有重播的動作 我們再看清楚一點 這是紅中球 正中間的球會空 不過這邊要提供數據 智傑生涯打德寶拉是 一成一八的打擊率 還滿悲慘 在內行賽 五十一個打數有六支安打 再來看前面 胡金龍把高的球直接掌握住 生涯第八十五發的全A打 這根本是壞球 我看這個球迷 他吹得有夠準的 他防守得很好 護震得很好 帶到了左半邊的位置 出現安打的是 責霸蘇智傑